上年9月政府提出减排大計 建議將核電的供應量由09年的23%增加至2020年的50% 大日本福島爆發核危機半年之後 多個環保團體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 地球之有和綠色和平 聯合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調查市民對於使用核能的看法 調查訪問了1000名市民 發現半數受訪者認為 應該維持現時的核能供應直至2020年 有26%人認為要減少核電的使用 一成半人說要增加核電的供應 另外有過半數受訪者認為 香港應該用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方法 達到減排的目標 而不是增加使用核電 多個環保團體要求政府各自增加核能發電的計劃 又呼籲政府制定長遠和完善的節能政策 香港芬芬電視記者王嘉莉報道